哎呦 勾到我手了 哎呀 流血了 鱼没钓到 把手给勾了 真的是 今天我要学会一个新技能 那就是钓鱼 前面有个鱼塘 腰妈家的 我今天忘不忘 哦 两个都说忘 可以了可以了 那两只狗太热情了 没办法 不方便在那边钓鱼 我们换个地方 小舅舅 小舅舅很喜欢钓鱼 是个高手 我今天就是过来学艺的 先拿这个池塘练手 这样没有难度 我也来试一试 怎么钓的 直接往里面抛呗 就是那个飘子只要动了 直接提干 动了就提干 哎 还是蛮简单的 这是小舅舅钓的 一二三四 六条 这个是鱼饵 动了 没有 这还没动 你看啊 这这这这 这么明显 这是手抖的 啊 这是手抖的呀 就感觉像那个龙虾在下面 你手拿着不抖的 试一下 哈哈哈哈 这根本不用管嘛 一动不动 小舅舅 我这边的杆子 是不是比较难起钓 哈哈 饭天一条鱼没有吗 哎哎哎哎 这懂啊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看着那个飘 上下动 说的它好像很专业一样 那我钓到过鱼好不好 哈哈 哪个年代 小时候吧 对啊 这是我小时候钓过鱼 我小时候还钓过龙虾呢 等着好无聊啊 哈哈哈哈 钓鱼就是考验耐心的 有了有了有了 哼 有个鬼 你看都吃完了 啥也没有了 这有可能是水把它给泡发了 怎么上耳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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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勾到我手了 哎呀流血了 鱼没钓到 把手给勾了 真的是 嗯 丢不丢人 勾放在上面 哦 这是磁铁的 可以把勾勾固定着 用耳直接把这个勾压着 然后把这个勾往上里拉 哦就带出来了 我懂原理了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鱼钩被吸在这里拉 再把鱼耳捏成一个小球 压住这个勾 然后再把勾往后 慢慢的提 慢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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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上鱼啦 哎来了来了 哎呀呀呀 直接飞啊 嗯 好像很简单啊 哈哈哈哈 准备 就这么一甩 第一次丢的挺好 坐等小鱼上钩 今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钓鱼 大家觉得方位可以钓 自己挑 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哎哎哎来了来了 有反应的 有反应了 哎呀 吃完了 来我给你上 不行 快是我自己来 看我的标准动作 首先把这个鱼耳搓成一团 把那个勾勾放上去 压住它 然后再往上抬 很好很好 就这样 完美 完美 哈哈哈哈 准备落干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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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近了呀 这个太近了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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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不行 这还近 再来一次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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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吧 这也不行 你再挡两下就把鱼 就没有鱼耳了 这不行 这要补仓 你这个挡没了都 要学习好不好 你要看到我的成长 对 不钓到鱼今天不回家 好 把这句话重复出你 好 再来 啾 这可以吧 这个没话说了 哈哈哈哈 这个没话说 你非得用啾 这个声音才行吗 这样剪片子的时候有音效嘛 哈哈哈 学习 要沉着冷静 不能骄傲 你都没钓到 你怎么骄傲 你骄傲 怎么喝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怎么抛肝 还有怎么上耳尿 还有 怎么吹牛 哈哈哈 接下来我要等这个飘动起来 它一动就起肝 不能鱿鱼 没有鱿鱼 这个里面 急鱼也行 哈哈哈 小舅舅在手抖 哈哈哈 我也学一下小舅舅 到时候方便 随时可以起肝 动一下呀 动一下呀 哎呀 怎么还没上钩呢 这不科学呀 江泰宫钓鱼 愿者上钩 人家都不愿意知道吧 江泰宫的目的不是在于 它在等人 来呀 来呀 你们快上来呀 我这里有好吃的鱼儿 我不信息 又是虚晃一下 哈哈哈 又吃完了 啾 碰 可以吧 为什么一定要纠结方向呢 我这个地方打窝了 打窝是什么意思 打窝就是撒了饲料的 对 钓鱼不打窝 钓的也不多 哈哈哈 你没看户外的那个博主 人家说前一天都是用车 拖过去打窝 那要打多少窝呀 那水库里面连续喂一个礼拜 才钓得到鱼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这投资成本好大哦 对呀 所以钓鱼这个 是一般人玩不了的 看到没 哎呀呀呀呀呀 这是我钓的 来来来 先买一个河鱼 这是我钓的 啊对对对 今天的第一条鱼 可是最后一条 哈哈哈哈 瞎说 你不说钓到鱼就回去了吗 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我只是说我们今天不钓到鱼 不回去 啊 哎怎么取啊 我们这个手拿着线 把这个鱼这样一抓 然后再取出 耶 这不就来了吗 可惜的是 刚刚我那么帅气的动作没拍到 太突然了 你现在可以说不要骄傲了 哈哈 不能骄傲 哈哈哈哈 感觉很奇妙 我也可以钓到鱼了 待会只要那个飘一动 我就起 卫哥能钓到 卫哥钓不到 你好无聊 钓得到 钓不到 钓不到 哈哈哈哈 瞎说 你刚刚明明说了两遍 钓不到 哎呀 小舅舅已经很久没有钓到鱼了 加油啊 哈哈哈 刚刚小舅舅还跟我说 说我们鱼饵所在的地方 是钓不到鱼的 因为没有撒窝尿 哈哈哈哈 那我刚刚是怎么钓到的 哈哈哈哈 小帽子碰到了死耗子 哈哈哈哈 说不定有第二只死耗子呢 哈哈哈哈 我还是拿着手上 这样子比较方便 嘿 来了 哇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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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太快了 根本就没有 原因是你手动了 它还往下沉呢 哈哈哈哈 好吧 再来一次 啾 啾 碰 你甩偏呢 刚刚就是在那个地方上鱼的 要有耐心 啊 对对对 moment later 不行了 手太冷了 而且现在温度在降低 鱼会回到比较温暖的地方 去水比较深的地方 抱团取暖 哇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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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呢 钓不同的鱼用不同的飘吗 也可以这样讲吧 一看就很烧钱 你还是别学了 哈哈 玩相机就已经很烧钱了 哈哈 钓鱼就要毁三代了 哈哈 我2024年要学会 钓鱼和穿越机 打到回府 满载而归 虽然我只钓了一条 起码不是铃鸭蛋 嘿 太阳都下山了 钓了几个鱼 您猜 两个 哈哈哈哈 我们钓了 一个 哈哈 有这一笔啊 对 有这么大 急鱼 我急鱼 在这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 就像我一样 有耐心就能钓得到鱼 我们下期再见